大家好 上集分享了电源静音的计划 这一集还是电源 分享一下是如何执行的 这一集的内容横跨一个月 2020年的1月中旬到2月的上旬 正好赶上了春节放假 这段时间我一直没开台式机 一直忍着没玩极品飞车21 这是因为没有电源了 电源走售后去了 下面详细说说 关于酷冷GX650这个电源是否走售后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纠结 有一天我在酷冷这个电源的评论页 看到有几个用户是这么说的 他们说这个电源很安静 也有几个人说这个电源会咆哮 于是我开始怀疑我这台电源是不是中奖了 本来酷冷GX650电源应该是很安静的 但是我这台咆哮了 我忽然又想起来 当时买这个电源的时候 显示的是跨区吊货 于是我动手做排查 先把机箱的风扇全停掉 再把CPU和显卡的风扇手动停掉 发现还是有那种嗡嗡声 此时剩下的只有电源风扇了 其他风扇都停了 我还发现CPU和显卡的风扇声音很小 台式机主要的噪音并不是他们 最后把这个主要噪音放在了电源风扇上 于是开始申请售后 京东的售后让我拍一段视频给酷冷售后的邮箱 酷冷的售后说 这种情况属于电流声 可以申请返场检测 走到这一步我发现一个重点 提高了我的认知 这种嗡嗡声 不是共振也不是电源风扇造成的 而是电源的电流声 我曾经还有过这种想法 就是把这个酷冷GX650电源给拆了 手动换一个静音风扇 现在想想幸亏没那么冲动 就算是换了风扇也解决不了电流声 下面这段挺有意思 我感觉京东的服务真不错 和京东售后电话沟通 电源先返回京东库房 算是库房换货 我的理解是一周左右能收到新电源 我算了一下过年前应该是OK的 一周玩不到极品飞舟21可以忍耐一下 可是过了一周 售后进度还是显示审核中 在线客服跟我说 审核需要7到15天 有的客服说需要7到15个工作日 看来过年期间台式机是玩不成了 由于疫情 我们的假期延长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2月中旬 售后进度还是显示审核中 在线客服说是严重超时 正常应该是2月1号左右审核完成的 客服已经催过很多次了 最后处理结果让我很意外 也可能是让我给催烦了 售后说这台电源可以换也可以退 我说可以退 他说可以退 我说好我退 于是就退了 现在A计划完成 接下来执行B计划 购买新电源 我感觉我可能需要一个价格 再次翻倍的电源 于是乎我又看了一遍 翼王的电源评测 那集是关于海运Focus GX750的 这次又坚定了我的信心 开始准备买个650瓦 但是最终还是买了750瓦 因为650瓦和750瓦的活动差价只有40块钱 下单前我又看了一集 翼王关于400元电源横屏的那个视频 发现400元级别的电源不是我想要的 希望这个GX750符合我的要求 特别是它的自动启停技术 上网搜了一下 带自动启停技术的安静的电源 价格没有低于600块钱呢 库冷家的V系列也很贵 看来安静这个需求挺贵的 说这话的时候 我又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苹果MacBook Pro 花这么多钱买个电源 是我之前想不到的 现在却做到了 虽然做到了 我又有一种49年入国军的感觉 2020年1月份我看过一篇新闻 说Intel新电源标准会在今年发布 主板电源的24帧改成了10帧 装机员也有一集视频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电源主板想卡都会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我买的这台10年质保的电源 不能用到两代升级了 心里有些不爽 不过这事看怎么看 第一是早买早享受 早享受到安静的环境 第二即便是新标准出台后 配套的硬件跟上也需要一些时间 这种标准飞入寻常百姓家 价格平稳变成主流至少还得两三年 毕竟30多年都没变过的标准 突然这么一变 估计得花些时间过度 第三电源主要影响的是下一代升级 或者是下两代升级 其实电脑更新主要是CPU和显卡 下一次升级性能至少得翻两倍 才有必要升级 我查了一下 现在市面上的AMD的3700X 它的性能比我现在的E3v2高了三倍 接近三倍吧 到时候换这个级别的就可以了 这个CPU和主板可以用我新买的电源 我现在的显卡是NVIDIA的1060 目前AMD家的5700XT它的性能接近 但是不到GTX1060的两倍 我还需要再等等 估计能等到RDNA2系列的天品卡 换了这台电源至少下次升级不受影响 一套电脑平台用的三五年不是问题 所以这台电源可以买 不要有传给儿子再传给孙子的想法就行 这集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见